这样的乱局多想起了2014年9月 香港战中爆发的时候 英国BBC记者电话采访我们 我说这是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运动 失败的概率100% 我想这个结论看来也大致符合这次香港乱局 这些乱港人士非法封锁街道 勾打大陆居民 围攻执法的警察 造成机场瘫痪 使香港在内地的形象一落千丈 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香港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多少普通劳动者是计时工资 是按日发行 你这样破坏交通和秩序 影响了多少人的升级 现在香港的经济已经受到了重创 这违反了绝大多数香港人民的利益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会出于自身的利益 起来止暴止乱